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墨西哥在野党领袖表示 川普在潘尼亚尼托访问前夕宣布修竹围墙 形同公开修入墨西哥 而墨西哥经济部长则警告 若川普政府坚持要墨西哥支付修建围墙费用 将逮捕的非法入境者遣返墨西哥 则墨西哥一定会退出谈判 潘尼亚尼托曾在去年8月接见当时仍在竞选总统的川普 遭到国内广泛批评 因为川普在宣布参选总统以及竞选时 都声称墨西哥移民都是强奸犯和毒犯 而墨西哥各界也都认为 修竹围墙根本不可能阻止有意潜入美国的人 此外川普总统昨天签署的行政命令当中 包括停止提供非法移民庇护城市的联邦辅助款 也引发了多个城市的强烈反弹 部分城市的市长准备对此提出控告 同时也准备自筹裁员 为庇护无证移民编列特别预算 纽约市长白思豪表示 他绝不容许纽约市警局成为联邦移民法规的工具 绝不会逮捕无证移民 他说如果警力用于逮捕无证移民 在纽约市将造成警民互不信任 结果治安就受到威胁 而纽约市也已经准备要控告联邦政府 川普今天在上任后 首次搭乘空军一号访问的费城市市长肯尼则表示 这道行政命令并未说明川普政府能够削减费城的哪些经费 因此目前没有计划改变城市的移民政策 而湾区的旧金山市长李孟贤也重申 不管联邦政府如何 他支持旧金山保持作为庇护城市 让大家都可安心住在旧金山市 李孟贤表示 每年旧金山获得的总联邦经费超过10亿元 经由联邦国土安全部而播发的经费则有约1000万元 市府将会仔细研究受到影响的程度 除了旧金山以外 湾区的Santa Cruz和Alameda等县 也将受到川普行政命令的冲击 以东湾的奥克兰为例 联邦这个年度拨给奥克兰的经费超过1亿3000万元 提供包括低收家庭子女的学校午餐 地区防证加固工程和警员服务等 南湾盛河西这个年度也收到7800万元的联邦拨款 至于Santa Clara县虽然没有正式对外声称自己是庇护地区 但许多议员一再表示 他们不会配合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行动 英国首相梅伊今天展开为期两天的访美行程 预计明天会会晤川普总统 而他也成为了川普就职之后第一位会晤的外国元首 梅伊今晚前往费城参加共和党为他设的晚宴 明天则将前往白宫会晤川普总统 梅伊在行前出席下议院会议时表示 他将会与川普商讨新时代的英美关系 梅伊表示他与共和党人见面时会指出英国公投脱欧 美国也选出新的总统 两国同时进入了新的时代 需要更新彼此间的特别关系 而梅伊也表示会将英国脱欧的详尽方案 以白皮书的形式提交英国国会审议 但并未透露详细的时间表 此外新任的国防部长马提斯将于下个星期 先后访问南韩及日本 进一步加强与日韩的安全合作 外界预期 马提斯此行将会与日韩两国商讨 如何应对北韩的核武问题 也可能会提到要求日韩提高对美军军费的分担金额 马提斯与南韩国防部长韩明球会面时 预料将会触及部署萨德半岛系统 之后转到日本 与防卫项稻田彭美会谈 则可能就中国的海洋活动交换意见 稻田彭美表示 美国新政府成立之后 国防部长随即访问亚洲 显示美国对亚太高度的关注 而双方正协调马提斯会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另一方面日本共同社报导指出 安倍晋三将会在2月10号左右前往华盛顿 与川普总统举行首次首脑会谈 主要商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之后的日美贸易安排 安倍在众议院会议表示 会努力劝说川普让TPP生效 又暗示可能会启动双边协定谈判 明天就是农历的大年除夕 广受华人瞩目的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网会 也成为了华人媒体关注的焦点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央视今年春晚将有哪些看点 根据各大媒体报道 今年央视春晚受人关注的重点包括 青春偶像组合T.A.F.Boys 将搭档电视剧《欢乐送与美》 刘涛 蒋欣 王子文 杨子和乔欣 带来开场秀 演员胡歌和王凯将合唱 另外像是陆寒 陈伟廷 景博然 和张艺兴等年轻当红艺人 已经在礼乐奥运爆红的游泳女将 《黄荒少女》 护原会也都会登台亮相 显示制作单位希望借此吸引年轻观众 这届春晚设置了四个奔会场 应设定特色 包括上海的光 梁山的火 桂林的水 哈尔滨的冰 其中有哈尔滨的冰雪世界 桂林的刘三杰水上演出 梁山的火把和遗族歌舞 上海的方火将败 其中方能珠 此外 今年春晚也少不了 以亮曲上的大嘴骨节目 正是一个新疆特色的演员类节目 演员将近50人 另外一个武术节目 更邀请了80位武术冠军 同场展现武术文化 此外 2016年最受节目的 狼牙行演员福哥和王凯 也合唱歌曲并客串主持 澳洲网球公开赛的各项赛事 陆续进入到了最后阶段 八年来从未打入大满贯的 美国老将大威廉斯 击败对手晋约与与单冠军的决赛 女子双打方面 中国名将彭帅与捷克好手 哈拉瓦科娃也在苦战之后 取得了进入冠军决赛的资格 下面来看优势体育的综合报道 大威廉斯 Venice Williams 现年已经36岁 八年来从未打入大满贯决赛 但她在这次奥王表现神勇 准决赛出战 25岁的年轻好手范德维 苦战三盘后 以6比7 6比2和6比3胜出 如果妹妹小威廉斯 Serena Williams 也能晋级决赛的话 将是继2008年 温布顿冠军赛之后 再次上演姐妹戏墙 女子双大方面 中国名将彭帅 与杰克好手哈拉瓦科娃的组合 昨天以7比6 6比2 击败大会第一号种子 法国搭档加西亚 与梅拉德诺为奇 这是彭帅生涯 首次进军奥王女双决赛 而手术后付出的彭帅也表示 如果出戏当天的决赛中 能够拿下冠军杯 将是最好的新春礼物 男子单大方面 瑞士老将费德勒 与同胞好手瓦琳卡 将在半决赛上演 生涯第22度的瑞士内战 费德勒与瓦琳卡 分别名列这次奥王第17 和第4种子 两人生涯前21次交手 费德勒拿下了 压倒性的18场胜利 不过双方最近两次 在大满贯赛碰头 则是各拿一场胜利 而且瓦琳卡上季 还在费德勒球季 提前报销的情况下 夺得美网冠军 费德勒过去经常 以前辈身份指点瓦琳卡 两人交情深厚 不过瓦琳卡仍然表示 有信心即败费德勒 最后来关心直篮NBA的消息 东区战机第一的 克里弗兰骑士队 球星LeBron James 昨晚在对 沙迦缅度国王队的比赛中 搅出连续第二场大三圆 但骑士队最后在延长赛 以112比116败给国王 吞下最近8场比赛的第6败 LeBron James全场砍下24分 13篮板与11助攻 但是仍然无力回天 他在前天晚上骑士队败给 牛昂梁提胡队之后 就公开要求队友振作 并且表示骑士队头重脚轻 主将未能获得充分支援 没有做好未免总冠军的准备 以上新闻有优势频道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回再见